清汤蟹丸 清汤蟹丸是广东海鲜类风味菜肴之一 所用的主料是 鲜虾肉200克 蟹肉250克 配以的辅料有 肥猪肉25克 熟瘦火腿10克 鼻气肉25克 需要用的调料有 鸡蛋青30克 鱼露5克 芝麻油1克 还需要有 筋盐5克 味精2克 浸发香菇10克 胡椒粉1克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道菜 先将熟蟹洗净 斩去熬 去掉壳 然后剥开蟹壳 用筷子取出蟹肉放入容器中 用筷子取出蟹肉 去掉蟹肉 将水发香菇 切丝后 顶刀切粒 将切好的香菇粒 肥肉粒 火腿粒和蟹肉 放入用鲜虾制成的虾绒中 加入盐 绍酒 淀粉 蛋清 然后搅拌均匀摔打出胶 炸鲜虾 炸鲜虾 把它们挤制成圆球状 成为批料 放入容器中 炒锅上火 放入汤 烧肺 再下入制好的批料 把屑丸窜至断生后捞出 炒锅上火 放少许的油 加入鱼露 上汤 再加上少许的精盐 味精 绍酒和胡椒粉 烧肺 在下入焯水后的主料 成熟后倒入汤盆中 然后再撒上香菜叶 在制作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搅打卸料时要摔打上劲 制批料时批料大小要一致 否则会影响菜肴的质量 这道清汤卸丸的特点是 汤浓味美 香醇鲜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